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手交情 一手交货 通过以物换物来获得更多的朋友 换完市集呢 思琪还知道在体育西路的有一家以物换物的小店 那么这个小店有怎样的故事呢 赶快跟思琪一起去看看 那么今天啊 思琪想要以一个在古着店淘到的70年代的耳钉 那么来走进小店 看看能够换到什么样的东西 思琪带着耳钉走进店内 老板经过仔细观察 最终定价30元 于是思琪便在店内调选起了等价的旧物 最终选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旅行便携茶具 这家交换商店从2012年开店至今已走过10个年头 店内的旧物也有上万件 这种就是清代的 这种就是到民国到解放的 在用的 你猜是什么东西 对 运的 运的都是运的 对啊 你这个看那个清工具里面就可能会看到 就把碳放在里面然后拿来烫衣服嘛 这个也是一样的 就是它这个就是后面就设计了可能更 然后就可以打开 可以打开然后里面去放碳一样的 在这一家小店许多旧物的背后还有着动人的故事 就像前不久好像有跟女孩子就拿了一块手表 那个召唤了然后写了一个那个小卡片 好像是送给她的人不带 然后就希望这个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归宿吧 然后后面我就专门给她增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给电影 以前我们是不记录故事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对它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调整 就是说因为很多人每次都会来问这个问题 有没有一些有故事的物品 那我们接下来就重新做重新定义了这个交换的一个概念 对于有故事的这类物品 我们不对它进行估值 比方说这个东西可能它给它附带上它的故事性 故事标签 那它接下来需要来交换它的人 也只需要用任何一件物品附带一个故事就可以换这个 可以就是让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延续吧 是可能赋予这个店更多的一些感性的东西吧 今天呢思琪第一次体验了以物换物 那么还是非常新奇的 那通过采访呢思琪也感受到了每件物品 它背后所承载的这种感情意义 那么当然以物换物呢它也是更环保更低叹的方式咯 好了 关于以物换物屏幕前的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 不妨在留言区留言和思琪聊一聊